帮羊打招呼啊 你把这放在网里的菜里拿走了 来就这样吧 这里是凤贤区庄航镇 每年的三福天 镇上就会变得热闹起来 许多老涛专程驱车赶来 只为吃上一口这里的羊肉 别看小小的一盘羊肉 庄航的抚羊文化已有百余年历史 并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如今在庄航镇 依旧有一群人在传承这个习俗 其中就包括今天 我们主要拜访的 明明的羊官小顾 羊肉料的老法师金师傅 像公羊的话 就是我们奉钱的本地山羊 然后母羊的话 有一部分是我们引入的 那个崇明山羊 崇明白山羊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杂配 因为崇明白山羊的个体非常小 它长一年也就只有60斤 但是我们本地山羊可以长到一百多斤 那我们结合一下 那我们一般一只羊到一百多斤左右 也差不多 我是00后农民伯伯嘛 今年23岁 养殖行业呢 其实是我父母 其实一直在从事的一个行业 我从大学回来呢 我想自己养出一个 真正好的羊肉 然后能够给我的伙伴 给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那我们一般吃口最好的羊呢 是养殖15个月到18个月左右 这是羊呢 它肉质是最鲜的的 我知道在奉贤庄行这边 当地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习俗 叫做羊肉烧酒 对 因为我们这边呢 确实是有这个习俗 就是早上一碗面 然后加点羊肉 就这样子吃 那像父辈他们还会喝点烧酒 我们山羊肉呢 很鲜嫩 它那个所有的每个皮啊 加上肉 皮是很粘嘴的 它皮和肉加在一起 我们一口吃下去 一定要连皮带肉 还要带点油 听上去就好诱人 对 我们知道这个羊肉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的 这个一个呢 这个羊饼呢 我把上面 我把下面的 把上面的羊饼有红色 福德大熊呢 夏天我要做大火 那么 土料大概是20分钟 每个小时都20分钟的 我说口温暖 哦 是靠闷 对吧 这个火其实挺有用的 因为它不像家里的煤气爪 拧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要通过放柴的多少 控制它 那你大概要烧多久呢 因为的话 最期末有 两个别小时 我三个小时 羊肉烧酒啊 你是不是除了吃羊肉 还要喝酒啊 有这个讲究吗 羊肉就是要吃八九啊 嗯 要吃八九 咱们有点味道 我们吃 地久了 旺久的味道 现在这段题 早晨一次大雨就出来了 上菜喽 吃羊牛了 哈哈哈 哇 满满的一桌羊肉啊 可谓全羊喜 可以 我先擦炸 我先擦炸 我打如何 其实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那种红烧羊肉啊 羊肉串 嗯 像这种这么糯的这种羊肉 一般店里都很少买到的 嗯 很难的一般 嗯 我吃的这个鲤鸡肉很嫩 而且就是配上这个皮吃啊 觉得更加的肥美 我其实啊平时不大吃羊肉 但是今天这个一吃一咬下去 感觉没有什么羊山味 一口门 一口门 好像有点 可以的 相信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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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裸鸭酥的快乐了吗 嗯 懂了 哈哈 误了 误了 而且你看这个羊皮啊非常诱人 我感觉这样 我拍一拍 这个肉就可以抖三抖 哈哈哈 快点 一二三一起拍 我看到还嘚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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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ria